老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听好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冬 今天小冬没有给大家带来书,给大家花两篇的篇幅 然后来分享一个新中刊之前发的一篇文章 作者是一米三升,然后讲讲自己的感触 这篇文章是一篇特别好的文章 在这个现在建国70周年这个日子当口呢 然后他基本上是梳理了一下新中国70年来 这个消费的状况的这么一个变化 我相信对咱们这儿的这个听众呢 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OK,咱们言归正传啊 70年呢,对于一个人来说啊 是从垂条之年到白发苍苍的人生旅途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是三代人接力达成美好生活的家史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呢 是美好变化一点一点渗透进千家万户的建政 70周年是一个里程碑 也是一个起点 如果历史的指针能够向前波动70年 那些埋藏在旧时光里的记忆或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 毕竟点滴积累起来的变化 让几代人面对截然不同的生活 那些一针一针闪过的画面 也许会让我们感到熟悉 毕竟那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经历的奋斗之路 生活史是一个透镜 可以折射家庭的变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共同组成时代的洪流 站在一个历史节点审视过去 70年的生活 点滴先毫必现 只有看清变迁才能够明白 今天何以来到今天 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正如同杰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所写的那样 我仍然眷恋着布拉格那铺满鹅卵石的街道 和所有踏过这街道的灵魂 回望70年 我们所听到的亿万中国家庭走过岁月的足音 他们在温暖的细节里回响 一直同向明天 人在家里坐 或从四面八方来 尽管大家都在抱怨商家将每个节日都变成了购物节 可无法否认的是 离开购物 好像还真没法生活 上班族的一天从买咖啡和早点开始 被KPI折磨的脑仁在下午还需要一顿甜点来续命 如果有幸摸鱼掏出手机稍稍抹饱抹冬 购物车里嗷嗷代付的心肝 夹起来价值连城 下完之后有力气的买菜买米回家做饭 累趴下的找个饭馆吃顿减餐 偶尔朋友聚会买单的金额还要比平时翻上几倍 乡下也早已不是自己自足的旧食的田园了 种地要购买种子农药工具 收成要去市场上售卖 再小的农贸市场也能找到瓜果蔬菜 衣服鞋子日用百货 饭菜日用衣食逛街网购叫外卖 购物随时都在发生 商场超市购物街 集市摊贩大大小小的购物场所 密布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 各自运转又彼此相连 交易往来之间构成我们生活的脉络 第一部分 上仓保佑吃饱了饭的人米 当我们徘徊在超市菜市场 由于买鸡肉还是牛肉 东北米还是泰国米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手机外卖 面对滑不完的店家选择困难的时候 很难想象 吃九二米八一面的五十年代 建国初期正是战后粮食紧缺的时候 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2千克的粮食 肉和水产品则是更加的紧俏 为了减少食物的浪费 政府提倡食用九二米八一面 即一百千克糙米磨出九二千克的白米 一百千克小麦磨出八十一千克面粉 民以石卫天在当时弄到粮食 在一切购物行为中居到首位 1953年10月粮食计划供应开始 拉开了长达四十年的粮票时代 某种程度上 那个时代的粮票有了货币的价值 全国通用粮票被称为满天飞 各省的粮票叫做吃遍省 不同等级价值不同 由于其紧缺性 还有人冒着被抓捕的风险 倒卖粮票 满足温饱已经很费力了 当时的中国人 更谈不上什么买菜 吃哪种肉 当时中国居民的食物当中 粮食是绝对的主角 肉蛋奶则是稀奇珍贵的花边 艰难的时期 每个月的猪肉供应 限定为每人六两 鸡蛋则是每人二只 如果小伙子家里能拿出两斤糖 就可以作为聘礼 去女方家里提亲了 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 土地上终会长出稻米和麦穗 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之后 人们获得食物的渠道逐步的增加 粮食逐渐不再金贵 吃饱了饭的人们 会用多余的粮票 去换其他的物品 1978年 可口可乐拿到了 重新进入中国的许可 在友谊商店 一瓶可乐卖四毛钱 一开始顾客仅限于外国人 在饱腹之外 还有余钱购买饮料的中国顾客 并不多 1987年11月 北京前门开了一家洋餐厅 只卖原味鸡 土豆泥沙拉和面包 这家店叫做肯德基 当时2.5元一块的原味鸡 并不实惠 但门口仍然是排着长队 人气不亚于旅游景点 对老百姓而言 这更是一种象征 购买食物除了维生 还有其他意义 1993年 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 下降到97公斤 人们不再那么渴望吃主食了 与此同时 肉 秦 蛋等食物的消费量 正翻倍的增长 这一年 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9128亿斤 填满了骨仓 货架 还有人们的肚子 走进商店 买白菜还是萝卜 买鸡肉还是猪肉 终于成为人们自己的选择 完成使命 以逐步淡出视野的粮票 也在此时正式的退场 在家里 在餐厅 丰盛的餐桌 于如今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但是走过这70年饮食变迁的老人眼里 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 小时候奶奶常说 雷公不打吃饭人 天大的事 吃饱了再说 天底下 哪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呢 出门买菜 一根黄瓜也要货比三家 吃剩的饭菜总是舍不得倒掉 孩子们 买一袋瓜子当灵嘴 奶奶也会一边掏钱一边念 一袋瓜子 够买二两米了 食物丰足的年轻人 并不常常能领会其中的深意 老人们絮絮叨叨的旧习惯里 藏着那个时代的尾巴 第二部分 从三尺柜台到逛超市 1949年10月 国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 在新永安大厦开幕 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 当时物价混乱 百废待兴的局面 因为国营百货公司的出现 有了转机 然而 百货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并无百货 市面上流通的货物并不多 后来 凭票买货的时代来临 人们的购物选择就更少了 站在三尺柜台前 要买东西不仅要钱 还需要布票 火柴票 肥皂票 闹钟票 手表票 烟筒票 据不完全统计 1961年 北京发行过的各种购物票 就有69种 全国各地皆是如此 没有票 什么你也买不到 日用品供应紧张 这也导致一旦有货 就容易出现抢购的现象 走在大街上 看见有人排队 就赶紧去抢个位置 甚至不知道那卖什么 无论卖什么都好 物质匮乏 过日子只能是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 又三年 直到上世纪70年代 一场体面婚礼的象征 就是自行车 缝纫机 然后手表 还有收音机 即三转一响 如果买不全 就只能去借一件 婚礼的另一大项 是四个一工程 一张双人床 一个热水瓶 一只糖瓷盆 还有一只韬鱼 1978年的一场婚礼上 新郎准备了三缸 一缸酒 一缸粽子 一缸猪肉 聘礼是100块钱 几十斤棉被 十几张布票 而新郎的嫁妆 有脚盆 床 桌椅 柜子等等 亲朋送的贺礼 也是这种日用品 迈入了八十年代 经济缓过气来 国家逐步开放了 小商品的价格 市场活水涌动 人们能买的东西 越来越多 压抑已久的购物欲 野蛮的生长 中国的第一张信用卡 正诞生于这个时期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 在1985年发布的中银卡 借钱也要购物的时代 来了 交易场所也开始变得多元 1981年 广州友谊超市正式营业 规模比不上如今 动辄就几层楼的大超市 但自选商场的模式 迅速的引起轰动 与供销社不同 这里没有柜台 商品摆在货架上 任由顾客自己去挑选取货 在这之前 柜台阻隔了顾客和商品 售货员才是掌控一切的上帝 马志明在相声核桃酥中 吐槽过旧时的商店服务 售货员一捧点心 砸在秤盘上 当郎作响 买完了走出门 一块核桃酥掉地上 被卡车碾过 不仅没有碎 还死死的嵌进了路面 铁丝都撬不出来 最后被商店里另一种点心 将米条撬了出来 没得选 没得挑 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点心有多硬 买卖就有多糟心 这种情况下 自选商场的出现 犹如一声春雷 惊醒整片的大地 随后呢 北京海淀也在1983年出现了自选商场 1984年上海粮油食品自选商场开业 400多平方的面积 已足够让他称霸当年的上海 不过呢 当时的自选商场里 只能售卖一些不需要票证购买的高价商品 这意味着身份地位和财产实力 因此呢 尽管逛自选商场意味着有面 但他与当时百姓生活之间的联系 并没有那么紧密 短暂的火热之后啊 自选商场开始冷却 直到走近90年代 各地政府开始 助推超市购物 随后百姓 加勒福 沃尔玛等连锁超市巨头 相继进入中国 自选商场 逐渐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国内外的大超市品牌 走进城市 改写了千家万户的 购物与生活 OK 咱们这期就先分享到这 下期咱们继续给大家分享 中国70年来的消费史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冬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转发 拜拜